美国CDC的独立顾问10月19日投票一致决定 将FDA授权为儿童接种的新冠疫苗 纳入联邦政府的儿童疫苗项目 确保没有保险的孩子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儿童疫苗项目为家庭贫困的19岁以下孩童提供疫苗 如果儿童符合医疗补助标准或没有保险 保险额度不够或是美国原住民 他们就有资格参加该项目 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一直在向个人免费提供新冠疫苗 但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 最早在2023年将疫苗接种计划转移到商业市场 这意味着人们将不得不开始为疫苗付费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 一旦拜登政府决定结束新冠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预计将有多达530万儿童失去医疗保险 美国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 何塞·罗梅罗博士说 将新冠疫苗纳入计划 并不会使其成为学校的常规儿童接种疫苗 美国社会安全局10月19日宣布 涉案经工作点数规定 2023年将有调整 从1510美元薪水换取点数1点的现行规定 提升为1640美元 2022年现行规定为 劳工每1510美元薪水可换取1点 因此年收入6040美元即可获得满分4点 即使年收入超出甚多 一年里以换取点数仍以4点为上限 2023年 劳工每赚取1640美元工资 可换取工作点数1点 年收入6560美元即可获得4点 劳工退休之后 如果要领取涉案金 必须达到一辈子累计40个工作点数的门槛 一般状况下 劳工工作10年便可累计达到40个工作点数 但有两种例外状况 允许没有达标也能领取涉案金 亦是有工作的纳税人过世 即使工作点数虽然没有达到40点 配偶或子女可以领取福利 另一种状况则是纳税人因为身体残障 无法工作 符合残障福利的领取资格 10月20日英国首相特拉斯在上任45天后宣布辞职 成为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首相 特拉斯说他是在经济和国际极不稳定的时期就职的 他无法履行保守党成员选出他时赋予他的使命 因此他将辞职 在选出新的保守党党首之前 他将暂时担任英国首相一职 特拉斯指出英国保守党领导人投票将在一周内完成 这对于刚刚送走了女王三个月内两亿首相的英国来说 国内的通胀压力叠加摇摇欲坠的金融市场 经济前景正在变得更加不明朗 日本三菱电机公司10月20日说 将处罚22名牵涉数据造假的现任和前任高管 这家企业被曝检验数据造假且持续长达30多年 根据外部专家小组的最终调查报告 三菱电机设在日本的22处生产基地中 有17处存在数据造假等不当行为 共涉及197起 最近一起持续至今年8月 这一造假丑闻去年6月首次曝光 三菱电机设在长期的一家工厂被指自1985年以来 在列车空调批量生产或出厂前 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产品检验 而是伪造检验数据 此外 这家工厂还对空气压缩机检验数据造假 这些空气压缩机主要在列车刹车和关闭车门时发挥作用 关系运行安全 这些事件中 112起是蓄意为之 62起涉及管理人员 三菱电机决定降低包括现任社长 期间起在内多名现任高管的月薪 同时要求涉事前高管返还部分薪酬